大家好,欢迎收看南方民族同盟论台湾 我是吉姆主持人,南方民族同盟沿岸研究中心主任陈隆立 对于台湾最近爆发严重虐待儿童案件,五岁的儿子认为七碗儿,另一六岁的女儿认为植物人,南方民族同盟表示严重的关注 南方民族同盟认为,今年两岸三地刻意追求经济发展,互联名声,这起案件正是一个严重的简讯 南方民族同盟认为,台湾政府应投放更多资源,培训更多专业的社会工作者 让每一所学校都有住校社工,可以观察到小朋友的异常行为 在悲剧发生前,就可以发现问题并加以制止